就是把这个事实 让我最后完成版面贴过来 但你自己改一下就OK 清除的话是清这个吧 然后这个的话是加一个R在这边 也就是把追踪到的列的数量 丢给R的变数 将来再给这边跟这边用 两个地方可以使用 那云端上我是没贴啦 不过你们自己可以 本来我觉得这个地方蛮重要的 请各位自己再把它加上去 那这个是个别 所以做完之后可以得到结果 就是展这样 就是按下这边可以清除 然后可以考评 那也就每一个都可以 每一个都可以做一样的事情 OK 所以回去请各位 当然我这边是没有要求 不过我在大学部上课的时候 都会要求学生要交作业 其实里面理论上你们应该也要交作业 交作业就是你要把我上课讲的 你要把它做完哦 上面按钮要做出来 成事写出来要交给我 这样才算是完成一件事情 因为我上课 我这边上课是没要求啦 因为我知道大家上班蛮辛苦的 所以没有特别要求 当然你们自己要自我要求啦 所以回去的话你先确定第一件 上个礼拜的范例 第一个你能不能把考评跟清除写出来 而且能够四个工作表都有 上礼拜第一个练习作业 所以如果假设你第一个作业没办法做出来 那表示说你这个单元其实是不能够跳过的 OK 那第二件事情的话 就是说因为我们如果个别个别的话 那其实有个缺点 变成说四个工作表你要按四次 有没有一个两个 有没有然后三个三个四个 你应该按四个啦 四次这个 那清除也要清除四次 所以如果假设你不想要一个一个慢慢的清除的话 上个礼拜最后我们其实是有加上一个 所谓的跨工作表有没有 的那个应用 跨工作表应用的话就是把这个 再加上什么呢 让它自己切换到下一个 有没有 切换到下一个 下一个 下一个 然后再切回到第一个 所以呢 我们其实先写了一个跨工作表的写法 就是这边有个切换工作表 一个sub 它可以for s s是一个变数 它是一到四 指的是第一个工作表到第四个工作表 然后呢 我们用了序责物件 关键是序责物件 序责物件呢 把s放进去之后 它就会先跑第一个 先切到第一个第四 然后呢 下一个就是切到第二个 再下一个就切到第三个 再切到第四个 然后呢 一到四跑完之后呢 然后最后呢就跳出了嘛 跳出之后的话呢 再切回到第一个 所以其实啊 这个切换工作表主要就是 能够让我们做到切换 但问题是我如果切之后要清除 清除清除清除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拿 这一段有没有 把 清除的程式 再加到这个 的下方就可以了 OK 所以上个礼拜又做一个 多清楚的动作 有没有 所以把 这个切换工作表 然后再加上那个什么 中间这一段就是清除的 OK 所以呢 把这一段 跟考评 考评 考评 考评好像 雷同 也把程式贴过来 理论上就两这两段 然后把它贴过来 OK 还记得吧 上个礼拜最后 第二个重点就是 跨工作表 把它贴过来 然后呢 再来就是说呢 我在底下这边再加两个 所以我拿这个柱砖的这边考评 这两个拿来复制 所以我按Ctrl键 然后C 记得Ctrl键点点 然后C就复制 然后在这个底下Ctrl-V贴上 那做什么呢 就是把这个考评改成什么 重新指定到考评的多工作表 OK 把名称也复制一下 也就是说呢 这个是跨工作表的 好 那下面这个清除呢 也是跨工作表 按右键 重新指定这个按钮 它是清除里面的多工作表 然后名称一样复制一下 然后把它贴到这个上面 好 这样就完成了 完成之后的话 我们来试试看 清除 OK 不过清除好像比较慢一点 他会先 先把第一个先清空 然后再跳到第二个 再跳到第三个 再跳到第四个 然后再跳回来 好像已经清完 我看一下 对没错 这边都清空了 好 那 考评多工作表的话 一样 他会先输出第一个 再输出第二 第三第四 然后跳回来 OK看一下 因为是跑蛮快的 OK了 看一下 有没有 所以这个是上个礼拜 第二个重点 就是如何让他能够跨工作表 其实重点就是多加这个 就是4S的回圈 让他可以切过去 切过去之后呢 再做那个输出公式 所以这一段其实就是上面这一 上面这一段 把它贴过来而已 然后其他都一样 OK 所以其实就是把两段程式结合在一起 就是切换工作表 结合上面的这两个SUB 那就可以做出这个清除跟考评的多工作表的这个程式 所以最后的话呢 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清除 那一次就是可以有四个工作表 可以帮我把它逐一逐一清除 但是呢 这个清除的话 你会发现 最后好像我们又讲了一个补充 这个补充就是为了解决什么 解决那个 当然第一个啦 画面闪动 还有就是说这个清除执行实在太慢了 有没有 清除好像 你会发现他真的有点卡 为什么 因为他的 执行的速度是 为什么会卡 就是他一个一个清除 所以我上个礼拜有讲到说 如果假设你希望加快 他的速度的话 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就是你可以关闭那个什么 画面更新的那个部分 还记得吧 就是这边叫Application Application OK Dance Screen Updating 把画面更新关掉就是由他 Application指的Excel 画面更新帮我关掉 Force 那这样的话 第一个他就不会一直在那边画面 一直在那边就是卡卡 好像有那个残影 那一样这两边都可以加 Application Dance Screen 这个其实第一个 可以让画面更新关闭 那速度会加快 其实我我试过应该要快一点 好 第一个 好像感觉 就比较 他也会闪 但是他不像之前 他会有画面好像有残影 的这个 这个动作 但是你说老师奇怪 怎么还是这么慢呢 那其实慢的地方主要是说 他一样是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储存格慢慢把它清掉 所以如果假设呢 你不想要让他一个一个慢慢清除的话 其实你是可以把它改成用range的 range的话就是一个连续范围 像这边的话B B缆是一个 然后D跟E是连续的 K跟一直到N也是连续的 所以其实有三个range 三个范围 那我们可以把程式用range来改写 其实清除应该就快很多了 清除清完了 但也有点慢 你看四个工作表就要花这么多时间了 更不要说如果你是40个 400个工作表 那不知道清到什么时候 程式可能会跑到当掉 所以如果最后 假设你希望改变这边的清除方式的话 记得有没有B 所以其实可以改写三个range 那三个range的话呢 那你可以先把这个清除的 这七行程式 先把它注解一下 使程式变为注解 前面加单引号就对了 那如果说你要把它改成三个range的话 第一个range的话是这个 这个的话是 假设我以注专当成标准 那这个的话就是range range记得就是哪一个到哪一个 中一加冒号就可以了 那我要从B2 一直到冒号 到B的40 帮我清空的话呢 那清空的话就是 挖幅之后 然后等于两个双引号 这样就OK了 所以如果清注专 假设你注专当成基准的话 那就是先这个B2到B40 那第二个的话应该就是 再来就是 第一嘛 第二到隔壁 1 1应该是连续的 所以把它改成1 12到140 这个是第二个范围清除 这个有没有一直清到这边 那K的话呢 就K2到N的40 所以这边一样 第三号 就是把它改成K 然后K然后到N 好 这样就搞定了 好 不过啦 最后各位应该可以觉得 应该发现一个问题 这个事实 这个事实的话 只能针对注专 那你说老师 林主是101 那你如果用事实的话 他不是只有清一半 清一半 不到一半 所以你看清除 我先烤平先输出 那如果清除的话 他会变成清 奇怪 刚才还有一个地方 回圈要把它清掉 OK 还有啦 这个地方你就不用再跑回圈 所以这个也要把它注解掉 这个上一块我们可以做漏掉 所以这个Furnace这边也不要 那的话跑太久了 所以你要注解掉的话 就是不要用Sales 另外也不要回圈 最后直接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这三行就可以了 所以这样把它停掉 执行给各位看 这应该快很多了 清除 OK 闪一下就过了 但是他目前只有到40 到这里而已 所以如果假设 我不要让他只有到40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把什么 把这个改成什么 改成 这个 向下最终的 等于是这个 这个东西可以把它加到这边 那所以呢 我们一样可以在这边 把这个R给产生好了 R 等于什么 把这个拿来用 也就是说呢 将来的那个40的 数字 变成要改成R 的这个变数 让他向下追踪之后了 再放过来 这样才会每一次都不一样 OK 所以呢 我们一样把这个 R 给放在这个40 那因为40的右边刚好已经是最 这个文字的最右边了 右边已经没有东西了 所以如果你假设要把R串进来的话 那有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直接把40 delete掉 移到双银号 右边之后 and R就可以了 and R 意思就是把R这个变数串到这里来 它就会帮你把它 跟那个前面的这个范围接在一起 OK 所以一样的动作 这边改成and R 那你说老师 为什么你前后没有加空白 因为我后来发现它自己会加 所以我就不加了 40delete掉 然后移到 移到双银号的右边 然后加一个and R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话呢 以后的总列数呢 就会自己侦测了 我们来续一下 这样应该会快很多了 所以哦 可以把刚刚的清除 改成这三行 所以我把什么注解 其实将来这个可以删掉的 只是说我不确定要不要 所以我会在这个地方 把编辑工具列打开 然后把这几行 本来是什么 本来像这样把它选起来吧 使成是变为注解 它会自己帮你前面加上丹银号 那还有这个nest 这个也要把它注解掉 OK 那最后的话跑一下 理论上应该就会很快可以 我看清除刚刚清满慢的 现在好像快 我试一下 考评这个应该蛮快的 清除刚刚卡蛮久的 现在变快了 有没有 马上 大概速度我看应该至少增加 至少我觉得应该至少10倍20倍 搞不好不止哦 刚刚一直会卡嘛 现在不会卡 有没有 执行 所以这样蛮顺的 所以以后呢 假设你们遇到那个什么 输出的时候 会卡很久的 的话 你恐怕要思考如何把城市做优化 这个优化的话就是把 出生格的一个一个删除 改成一整个范围同时删除 这样效率会加快非常非常多 好啦 所以这个也是上个礼拜的第二个重点 就是 就是把它再加上 就是序词 另外用那个 range的方式做 清除 那城市部分的话我看一下 比分上就这个是 多工作表啦 这上礼拜讲过啦 第一个 这个是第二段 另外的话就是这个 用range的物件 清除的方式就在这边 OK 那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